明天起允許民眾分批跨州 欢迎收看5月6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50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斌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大马新增45人确诊 累计确诊6428人 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107人 今天也有135人治愈 累计治愈4702人 受疫情影响 这段期间有很多国内外的艺人纷纷做网络直播 而大马一哥李宗伟也难得和新加坡著名导演梁志强 和近日爆红的麦鱼哥王雷进行新马直播 除了闲话家常外 李宗伟也分享了打羽球的经验 梁志强导演事后志图写 BUTTON多个BUTTON 有兴趣看影片的朋友欢迎到梁志强导演的脸书专页收看 老人院公公婆婆筹款抗疫 疫情期间到访的善心人士减少了 很多孤儿院、老人院等福利中心都向外求助 希望善心人士可以捐助物资给他们 但这一天霹雳雾边老人院的老人却反其道而行 他们不止没向外求助 还东凑凑、西凑凑捐出了770令吉 为抗疫贡献了一份力量 院长说 公公婆婆的举动主要是要行善基辅 明天起允许民众分批跨州 从明天起至5月10号 政府将分批让民众返乡或工作地点 但大到休息站的餐馆和商店都不会营业 不过厕所仍有开放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里·伊斯曼杀比里提醒 民众必须自备食物 防止在开车期间肚子饿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72648人 累计确诊人数3740624人 死亡人数5504人 累计死亡人数258621人 治愈人数39467人 累计治愈人数1245921人 在外太空取景的电影有很多 但没有一部会像Tom Cruise 目前和NASA合作的电影一样 真的离开地球到真太空去拍片 美国国家航空记太空总署署长 在推特公布了这一个消息 让许多的影迷大感惊喜 不过这部电影一切还在筹备阶段 还没有公布拍摄和上映的时间 泰国曼谷四面佛重新开放 曼谷香火非常鼎盛的四面佛 从这个月开始重新开放 让民众来进行礼拜以及还愿 根据习俗 还愿的民众需要花钱请舞者 来跳一曲泰国传统舞蹈 而为了防疫 舞者们戴上了透明口罩 根据报道 在疫情还没有彻底消除之前 舞者们会一直维持这种新常态 中国一名29岁的男子 每天把奶茶当作开水一样喝 半年后 他因为肚子痛而去看医生 医生表示 他的血浆已经是奶白色 就像猪油一样 根据医生的说法 奶茶里的奶精大多数有椰子油制成 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喝得多有可能会增加 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是一名念广播电视电影系的学生 我非常的热爱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在电影世界里面 所有的梦想都可以被实现 那么自从电影被发明以来 过去几十年来 人类一直都在拍着 登上外太空的电影 但这些电影 都是在地球里面完成的 而现在史上第一部 真的要在真太空里面拍摄的电影 就来问世了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在见证的 不只是时代的变迁 科技的进步 我们也见证着 电影世界里面的无限可能 那么就让我们尽情的期待 这部电影诞生 接下来的时间 教会给宾宴 谢谢 很多人可能认为做善事 就一定要捐钱 或者是做义工 但我并不认同 我觉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或者是时常微笑 就已经是一大善举 争钱不能衡量一个人的福报 有善良的心 才是最大的福报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彬宴 愿你永远保持一颗 善良的心 我们明天见 祝你开心就好 吃好睡好 一切烦恼都随风飘 无论伟大也好 平凡也好 做人开心自在就好 就算开心也好 难过也好 我会陪你陪你笑 我想看见你的微笑 我会陪你笑 我会陪你笑